大家好,又來到旅遊播報的時間 日本傳媒引述消息指 當局正在研究最快這個月起 試推小型的旅行團入境 只要符合一個條件就可以參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早前亦表示 有意在6月份大幅放寬入境措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早前透露 日本有意在6月份大幅度放寬入境限制措施 他表示日本在應對新冠疫情上取得成功 目前已實現放寬部分入境防疫措施 而現在正在埋向向6月大幅放寬的目標進發 期望日本出入境可以緊跟其他七大工業國組織的步伐 報道指 外國遊客必須要接種第三針的新冠疫苗才可以參加 而且要按指定的行程遊覽 但報道未有詳細講述旅行團的目的地和人數限制等 而日本政府亦計劃在6月份階段開放旅客入境日本 雖然未有自由行 但只要打齊三針疫苗就可以去日本旅遊 而我們先前也有一系列的影片介紹日本旅遊 大家不妨先望梅子學 期待日本通關啦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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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